大家看这个激光的安装方法 激光安装的时候一定要一个螺丝向上 正上方 一个螺丝向正右方 这个正上方的调整上下 右方的调整左右 我们看这个错误的调整方法 错误的安装方法就是斜着 我们来说说这个户外的这个激光的调整 我们要找一个平整的墙壁 平整的墙壁 然后弹丸出去之后呢 能够清晰的看到落点 如果使用钢珠呢 我们注意一定不要在这个砖墙试验 砖墙的话会回弹这个钢珠特别危险 激光的光点调整到中心位置之后呢 左右一般情况不用动 关于近距离弹丸没有产生抛物线的距离之内 激光点高低也不用动 关于近距离的调整方法 可以参考之前做过的一期视频 远距离的调整就要使用抛物线的调整方法 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 调整和后期使用 要使用相同拉力的皮筋组和相同重量的弹丸 二 弹弓发射时一定要保持稳定 发射瞬间最容易产生晃动 在调整的时候最好找一个支撑物 平时使用也需要多练习稳定性 三 激光调整有一个口诀 打哪指哪 弹弓固定位置 弹弯落在哪 光点就调到哪 打的时候就能做到指哪打哪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调整螺丝上面有标尺 我们只需要记住相应的距离和标尺位置 我们看标尺上标有L 这个L指向几点钟位置 我们代表距离 在调试的时候呢 我们记住啊 在十米之内 比如一点钟位置 我们就记住一点钟 下次打的时候 在十米范围之内 我们直接调到一点钟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二十米之内呢 在四点钟 这是在我们这个测试的时候 二十米在四点钟 下次打的时候 我们直接在二十米距离 直接调到四点钟位置就可以 远距离调整 保持这个弹弓的稳定 然后弹弯落在哪 我们把激光点的高低调到哪 就可以了 然后记住标尺的位置 下次打的时候 直接调整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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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